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的大多数客户对三奈米级工艺感兴趣,但预计将使用宽松的N3E节点,这是为何呢? 台积电三奈米级的N3工艺技术节点系列由多种变体组成,包括基准N3,又名N3B,降低成本的宽松N3E,增强效能和晶片密度的N3P,以及具有更高电压容差的N3X。 去年,该公司还谈到了电晶体密度最大化的N3S,但今年,该公司仍然对这个节点守口如瓶。 台积电的原版N3节点具有多达25个EUV层,台积电在其中的一些上使用EUV双图案,以实现比N5更高的逻辑和SM点晶体密度。 EUV步骤通常很昂贵,而EUV双重图案化进一步推高了这些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制造工艺只被少数不关心所需高额费用的客户使用的原因。 据台积电称,更宽松的N3E节点,正在按计划实现其效能目标。 N3E使用多达19个EUV层,完全不依赖EUV双重图案,降低了其复杂性和成本。 代价是N3E提供的逻辑密度低于N3,并且SM单元尺寸与台积电的N5节点相同,因此对于那些追求密度面积增益的客户来说,它的吸引力较小。 总体而言,N3E程诺提供更宽的工艺窗口和更好的良率,这是晶片制造中的两个关键指标。 台积电业务发展副总裁Kevin Chong之前表示,N3E在良率,工艺复杂性方面将优于N3,这直接转化为更宽的工艺窗口。 在N3E之后,台积电将继续使用N3P优化N3系列的电晶体密度,N3P将通过提供改进的电晶体特性建立在N3E的基础上。 改进的工艺节点将使晶片设计人员能够在相同的泄露下将效能提高5%,或者在相同的时钟下将功耗降低5%至10%, 新节点还将为混合晶片设计增加4%的电晶体密度,台积电将其定义为由50%逻辑、30%Slam和20%类比电路组成的晶片。 作为N3P讨论的一部分,台积电强调,密度改进是通过调整其扫描仪的光学效能来实现的。 因此,台积电很可能能够缩小所有类型的晶片结构,这将使N3P成为Slam密集型设计的有吸引力的节点。 由于N3P是N3E的光学收缩,它将保留N3E的设计规则,使晶片设计人员能够在新节点上快速复用N3EIP。 因此,N3P也有望成为台积电最受欢迎的N3节点之一,预计Cadence和Synopsis等IP设计公司将为该工艺技术提供各种IP,从而在此过程中获得与现有N3E向前相容的好处。 台积电表示,N3P将于2024年下半年投入生产。 对于CPU和GPU等高效能运算应用的开发人员,台积电在过去几代中一直提供其X系列高压,以效能为中心的节点。 正如在去年披露的那样,N3系列将获得自己的X变体,其名称恰如其分地命名为N3X节点。 与N3E相比,N3X预计将提供至少5%的时钟速度比N3P高。 这是通过视节点更能耐受更高电压来实现的,允许晶片设计人员提高时钟速度。 台积电声称,N3X将支援至少1.2V的电压,这对于3奈米级制造工艺来说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电压。 反过来,电流泄露成本是巨大的。台积电预计,这就是为什么N3X实际上仅适用于HPC级处理器,并且晶片设计人员需要格外小心,以控制其最强大和耗电的晶片。 至于电晶体密度,N3X将提供与N3P相同的密度。台积电尚未评论它是否,还想保持与N3P和N3E的设计规则相容性。 作为台积电当前路线图中的最后一个N3系列节点,该公司表示N3X将在2025年投入生产。 反观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据三摩包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晶片制造良率较低和散热问题,三星代工失去了几家晶片客户,而客户选择转投台积电。 据外媒报道,尽管受NAND和DRAM市场拖累,三星电子业绩暴跌,但该公司已终于开始生产其第三个客户的300米晶片设计,产量稳定。 根据该公司二季度报告,当即三星营收大幅下降,同比下降22%至469.15亿美元,三星半导体部门,包括记忆体,SOC和代工业务的营收,下降至298.6亿美元,同比下降48%,业务亏损34亿美元。 虽然三星预计下半年记忆体需求将恢复,但该公司预计将进一步减产,以支撑记忆体价格。 作为三星收益报告的一部分,该公司还透露得益于3奈米工艺的稳定。 三星的第三款GAA产品的量产工作进展顺利,其正在根据GAA的量产经验,按计划开发3奈米的改进工艺。 根据此前报道,三星此前称为3GAE的SF3E工艺平台上,量产了两款加密货币八广ASIC。 此次三星确认,还有另一个客户使用其最新的工艺节点,尽管该公司没有透露有关该客户获其晶片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Tech Insights发表报告也确认称,其已证实中国比特威公司旗下的Watmine M56S++加密货币矿机ASIC晶片中,采用了来自三星的3奈米GAA工艺。 标志这GAA技术已经投入商业量产。 相较于三星的进度,台积电3奈米工艺平台则已收获大量客户。 Synopsys方面约前透露,用于台积电3奈米工艺的Synopsys IP已被数十加领先公司采用,以加快其开发速度,快速实现晶片成功,并加快上市时间。 不过,据KMB News报道,投资公司High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发表报告称,三星代工4奈米半导体制造工艺的良率已突破75%大关。 与此同时,台积电的这一比例为80%。 半导体制造工艺中的良率,意味着有多少半导体晶圆是合格可用的,产量越高,使用半导体晶圆可以制造的晶片数量就越多,从而减少成本和提升效率。 虽然台积电在4奈米工艺方面仍领先于三星代工,但据报道,三星代工在3奈米晶片良率上已经超越台积电。 根据High Investment与Securities机构近日发表的报告,Samsung Foundry在3奈米工艺上的良率达到了60%,高于台积电的55%。 机调是,由于台积电在3奈米领域落后于三星代工,因此三星有可能迎回在4奈米和5奈米工艺方面输给台积电的客户。 三星大力发展3奈米,不断提升生产工艺,提高生产良率,由于目前已经将良率提升到60%,该媒体认为,三星会在超先进晶片制造技术上胜过台积电。 据其称,辉达和高通对三星代工的第二代3奈米SF3工艺感兴趣,因为台积电的大部分晶片产能都已被苹果预定。 此外,台积电日本和美国工厂生产的晶片成本,预计将比台湾晶片工厂分别高出15%和30%,因此,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产能相结合,可能会让辉达、高通和其他公司考虑三星代工的3奈米晶片制造工艺。 AMD还可能向三星代工,下定生产3奈米和4奈米晶片的订单。 为了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辉达甚至愿意使用英特尔代工厂的2奈米工艺来制造未来的晶片,该工艺将于2024年底推出。 根据Samsung Foundry在SFF2023上公布的最新工艺技术路线图,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推出2奈米级的SF2工艺,2027年推出1.4奈米级的SF1.4工艺。 总体来看,三星代工和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使用2奈米工艺制造晶片。 另外,1.4奈米晶片制造工艺将于2027年面试。 这意味着好戏还在以后。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